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学校 陈军馆大学 陈军馆大学大家可以知道 陈军馆大学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陈军馆大学这一次也有录榜 它在九十几年了 但是也是很厉害 因为要怎么说呢 陈军馆大学是一个 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大学 它是大概如果你们有看 一些韩剧跟陈军馆有关系的 当时在朝鲜时代的时候 就有它的前身就是陈军馆 陈军馆基本上就是一些 如果你去搜索一下 它的名人都是一些很厉害的 朝鲜时代的名人 学士在里面念书 陈军馆在被日本 等于是说日本攻占韩国之后 就被暂停了 后来回到现在的现代年代 就变成了陈军馆大学 那陈军馆大学呢 非常厉害的地方呢 是它现在呢等于是跟三星有 就等于是三星合作 像三星的图书馆就在里面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他们的厉害的点就是说 你其实如果在陈军馆念书的时候 其实三星如果觉得 你这个学生不错啊 他就会挖掘你先出来 它是全韩国就是南韩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大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再回一下 陈军馆大学到底出了多少多少的明星呢 你真的不晓得 他们也是高学历哦 大家来看一下下 诶 有我最喜欢的谁呢 大家看一下有车胜元 还有谁呢 宋仲基 然后另外还有谁呢 诶 这个好像是有点年代久远的 我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是演冬季练歌的吗 诶 不是啦 这个裴永俊啊 聚会散啊 车胜元啊 还有这个演这个李敏廷 徐志慧 文景莹 如果大家有看韩骏的 宋仲基 裴永俊 车社园 聚会散 通通都是这个 陈军馆大学的名人 所以说这些艺人也是很拼的 对不对 这么厉害的这个前百大学校 他们当艺人 也是也是很好的大学毕业的哦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